加油 向情云倒了 老陆被关起来了 刘金胜死了 只要等这个日清公司啊 开始压水響 咱们就大看一场 少远 你说那个清田 他为什么非要要那个戒品书呢 对啊 他为什么要这个戒品书呢 我感觉不好 少爷 咱们可得提防点啊 不用管他 咱们只要让这个向家的家产 变成墨家的家产 就有趣了 王探长 稀客 稀客啊 小少爷 登门有何尖叫啊 我是为刘金胜被杀一案来的 这事啊 好说 说吧 什么事 不知道这个陆船长杀刘金胜一案 在您这儿有什么证据了吗 向少爷 你是明白人 这话可不该问哪 是是是 现在问这个确实是为时过早 不过 我想见见陆船长 向少爷 你又说笑了 凡是没有过堂的人 谁都不能见 你看啊 这陆船长啊 这刘金胜的 都是毕公司的人 所以这次的案子啊 也涉及到毕公司内部的事 我呢 必须得见上一面 了解了解情况 问个清楚不是 这不情之情啊 还得请您多帮忙 向少爷 你早说嘛 既然这个事与本案无关 这个面子 我一定给你 来人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少爷已经去警察局了 听说要见陆船长 什么 我找陈警官帮我们找检骗书 可是翻遍了也没找到啊 把门打开 是 老陆 少爷 少爷 刘金生不是我杀的 我是清白的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想办法的 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会安顿好一切 放心吧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吃饭去吧 我没胃口 我有一味良药 用过之后 你肯定有胃口 不相信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 听你说 卢川长杀了刘金胜之后 我就意识到这个纰漏 就想了点办法 现在有胃口了吗 走吧 吃饭吧 若是揭穿诡计 我姐不免牢狱之灾 但要不揭穿啊 这事还真不好办 小少爷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你亲姐姐 再说了 这小韩只是谋划了一下 也没有参与杀人 这事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费饭 费人 我就知道 黄露 你现在是男子 是男子 我没留意 把人家家里人都养起来 让刘金盛在九泉之下 也能安个心 也算是给我姐赎罪吧 我看行 我就去安排这个事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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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不好了 不好了 少爷 日清公司和美睫公司又压水饺了 又压水饺了 这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这个 我姐呢 没 没回来呢呀 还没回来 赶紧找天国找回来 是 赵爷 那 那你就快想办法 我去先回公司了啊 好好好 你也帮我想想怎么办 这洋人除了会压水饺 就不能想点别的招吗 洋人压水饺不可怕 最可怕的 是自己人在背后吐刀子 哎呀 去去去去 我赶紧去安排那个刘京城 你 去去去 小姐 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万事俱备 只见东方 还有哪几个不服 也就那么五六个 领头的是这个无相礼 有勇无谋 无视对手 我弟弟听了要是叫行动有什么反应 那是惊慌失措呀 说要等小姐回来定头 不过 不过什么 少爷上次发那么大脾气 万一 上次是因为陆船长进监狱了 他觉得他可怜 发现点不满吧 但是少爷见过陆船长啊 陆船长会不会和少爷说了什么 能说什么 这次压水饺行动 他作为经理就应该拿出点对策 拿不出对策就应该让行 这不就是大家的意思吗 如果少爷拿出主意了呢 记住 不管他拿出什么主意 我们直管反对 小姐英明 时间差不多了 走 来 清云呢 不知道啊 去找找 请大家再稍等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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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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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叔啊 刚热的 趁热吃吧 这个好 哎 把这个倒回少爷的酒瓶子去 一点都不好喝 好嘞 二娃子 少爷呢 有点规律没有 按备份你该叫我叔知道吗 那点礼貌又没有 行 叔 少爷呢 一大早贴着包去公司了 他没去公司啊 他干不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找他有急事啊 公司的船长和董事都等着他开会呢 我想想 好好想想 这么急的事儿你不派人找他 你在我这儿磨叽什么呀 合着你不知道啊 少爷去哪儿跟我说干嘛呀 你在这儿浪费我什么时间啊 走了 二娃子 叫叔 不在家 他去哪儿了 二娃子说他也不知道啊 哎 小姐 少爷会不会去重庆了 我说这是她的 这儿 有意味是 就算了 有意味是 有意味是 无意味是 感觉是 有意味是 一蛤 来 爷爷 总算来了 你知道我要来啊 新采访操剪刀 难免手长袖子短 说吧 有什么难事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爷爷 现在洋人压水饺 想用价格战 来打压咱们的公司 这个我倒不害怕 关键是我姐现在 拉了公司一票人跟我对着干 我要是处理轻了的话 这些人也不会害怕 我要是处理重了 他毕竟是我姐 我现在真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不你帮我拿个主意 你从小长到大 还没干过这事呢吧 什么事 这个事 什么意思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当舞秧子干正事 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说 对我姐要下决心 你呀 刚气不足 阴气太重 刚气不足 阴气太重 做大事者 必须明大局动人心 擅决断敢杀法 这一切都来自于 你心中的一股刚气 你呀 从小时家里的毒苗 病性暗弱 阴气自然而生 其实你都知道该怎么去做 可是身上这股阴气 他妨碍了你做出决断 所以你来找我 是吧 是 让人家睡觉 小汉拉王前派排挤你 你都知道怎么解决 你就是怕做出决断 你无非是想让我 替你说出心中那个念头 对不对 我如果告诉你该怎么办 你就当不了相家的当家人 只有你自己拿主意 记住 你既然挑起了相家的担子 就得自己做主 不能让别人替你拿主意 人这一辈子 出谋划策不是难事 最难的是做出决断 决断 是你一生中的大事 相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没消息 这个向清云 真是沉得住气啊 我看他已经六神无主了 老爷 别急 就是两天的事 我很想看一看向清云现在的样子 老爷 彭副官来了 冯副官 莫大爷好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梁团长让我来说一声 你家公子到我团来当兵了 我们家英豪去你们团当兵了 对 一 二 三 四 团长找莫英豪 全体起立 下左看暗器 下前看 莫英豪 到 出列 是 齐大人 前左转 孟宏 快跑 走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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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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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崽子 一二四 谁让你来当兵的呀 一二四 请注意影响 你把衣服脱了给我回家去 我不走 为什么呀 我要去想小韩 你要去想小韩 你也不一定非有当兵吧 经商不行 打仗我行 有朝一日我当了市长旅长 小韩就一定会嫁给我 小话 等你当了市长和旅长 向小韩早就当奶奶了 谁敢娶她老子就毙了她 爹 这个兵我当定了 我觉得啊 银豪这步走得没错 下个月军政学校较招生了 我保送银豪去读 出来就可以当排长了 兄弟啊 排长也好 连长也罢 这枪子可不长眼睛呢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排长 当了排长可就是官 以后就可以当营长当师长了 这跟当兵不是一回事 况且 这英豪的武艺高强 前途不可限量 我墨家就这么一个独子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说呀 这着急也没用 你把他逼急了 他到重庆那边去当兵怎么办 你想见见不着 还不如在我这儿呢 我帮你照料着 来 这这这 一点意思 你可千万别推辞 这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个 这以前你是副官 现在你都已经是团座了 咱们兄弟还人认识了 这十几年 这算什么呀 拿着 我就有一句话 英豪是自己家的孩子 你多费心 那 我就不客气了 走 进屋去喝口茶 来来来 请请请 你 你昨天到底干吗去了 我找了你一天 心里闷 出去走走 你还真有闲心 我告诉你 公司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怎么了 出事了 洋人压水饺 现在咱们公司几条大船 只能在家躺着睡觉 那怎么办 召集人开个会吧 现在就开 好 那我去准备 去吧 坐 坐坐坐 都坐啊 姐 你坐这儿 这是青云经理的位置 快坐 好 那行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今天呢 把大家叫来是因为前两天 日清公司和美睫公司 又开始压水饺了 我们今天来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老冯 你来公司的时间最长 先说说 好 洋人压水饺不是头一次 之前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洋人压七成 咱们就得压八成 靠着是老主顾的面子 也能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这一次 洋人压得太厉害了 老方法 估计行不通 咱们得想想新招 那我们听听清云经理的意见 老胡 我看你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你说两句 既然少爷点价 那我不客气了 应付洋人压水饺 不过三条路 这第一条跟着压少亏 第二条是硬撑着亏板 咱保信 第三条停航 不亏不赚 选哪条少也定夺就行 这一条事 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 据我所知 这次日清公司和美睫公司 压水饺在内不是有矛盾的 主张压水饺的一方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跟他们谈判 尽快结束这次压水饺行动 谈判 怎么谈判 毕竟他们现在承受着亏损 如果我们条件合适的话 他们是可以同意的 什么条件 比如说合作 和日清公司合作 你也知道 日清公司一直有意和我们 向家合作 这次我们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 太好了 如果我们和日清合作 那在三峡上 咱们就无敌了 消息的方法太好了 过去咱们要多交关税 应付大冰差 连洋人压水饺 咱也跟着受挤压 如今跟日清公司合作 咱们的船上挂日本旗 谁还敢欺负咱们 船上挂日本旗 这坐哪一关的船啊 老 老婆你 我不过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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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两句 本来这个会啊 昨天就应该开的 我呢 昨天就应该下台 这个家由我姐来当 也许今天 我们已经 开始和日清公司正式谈判了 准确点说 准确点说 是和清田浩二谈判 我说得没错吧 姐 我们向家能有今天 全是靠的我爷和我爹的本事 向家要想发展下去 一样 那也得靠像我爹和我爷这样 有真本事的人 清云 没有真本事 这个大家伙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家 理应由我姐来当 但是 我爷 既然把这副担子给了我 我 我是没有理由撂挑子的 所以现在我想问问大伙 洋人压水饺这事 算个事 至于我这个大仇吗 洋人压水饺马上就要到了 洋人压水饺一旦来临 整个三峡的航道 只有我们向家的轮船能够航运 日清和美节的轮船全都得歇脚 那我想问问大伙 这两家洋人公司 凭什么和我们向家 来的表现 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欺负我向清云 什么都不懂 我说得对吗 是这样吧 吴湘礼刚才说了三个条件 我想了想 我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不过这三个条件 足够了 既然大家没有更好的主意 这个主我做了 立刻停航 枯水计的第一个月 水饺涨三成 把停航期间的损失 全部弥补回来 少爷 不能涨啊 老爷说了 向家不能靠枯水计航行 发不义之财啊 这不是不义之财 这是合理的收入 洋人压水饺 那些货主 在这期间 省了大笔的费用 我把这些钱全都挣回来 你觉得有错吗 我们有了这笔钱 什么都不用怕 告诉底下 停航期间 新水照发 向氏轮船公司 今日起停航 你怎么就停航啊 你说这好好的停航啊 不行啊 我真是就不停航 我真的要走呢 这个 后面真的不停航 是不是真 人说你死了几个人 应该是传航 真是假的 伏养员 太心疙瘩了 不急人家 冒斗沸沸扬扬 当时还又很砸了他们的鞋 这么难受了 看树子姐 该吃饭了啊 清云 来 坐 怎么了姐 有事啊 清云 你一夜之间好像长大了 我也该长大了呀姐 我知道 你是在怪我 今天在公司这决定 太武断了 武断也好 客气也罢 咱们相家的继承人 早晚都是你 瞧你说的 我只是辅佐你而已嘛 但是呢 有些事情 在大厅广众之下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好歹得给姐个面子 爷爷把相家交给咱们两个人 咱们也算是合伙人对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不妨也实话实说 这日清公司压水饺 它无非就是想逼我就范 跟他们达成合并的协议 他们这个企图 我是会坚决抵制的 在这件事情上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站在一条线上 凡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绝不会让步的 好了 没什么事儿 我先进去换衣服了 你等等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怀疑我跟清田在背后捣鬼 姐 这是你的私事 我不敢瞎怀疑 以后凡有什么事情 你要跟我先商量 通通起 你买的新世伦船 跟谁商量了 公事就在公司谈 回家 不谈公事 吃饭 停航 孩子都挂出来了 我还听说 乡亲人要在枯水季 涨三成的水饺 把损失补回来 我的爷啊 清田号这一拳已经打空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给清田发电报 那马上来 小姐小姐 不好了 少爷把财买的账本拿走了 是吗 小姐 您快想想办法 等少爷看完账本 就来不及了 你让我想想 嗯 嗯 现在咱们只有最后一招了 什么 苦肉计 苦肉计 你 文君 咱们该忍的时候 就得忍 嗯 姐 有事啊 看到你进步这么快 作为你的姐姐 我很开心 好 以后相家就交给你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姐 不至于吧 过去的事儿 就让她过去吧 从此以后 咱们俩人同心协力 把咱们家这公司 好好办好了 这样才对得起爹 辞职信 我是一定要交的 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 隐瞒了你 什么事儿 你说 马文俊 他和大德商行里外勾结 高价买没吃价账 本来我应该报官的 没想到他跟我说 他要养家糊口很不容易 我就同情他 放了他 这件事儿我有全权责任 所以 还有这种事儿啊 你看了账就知道了 大德商行的没价 比其他价高了一成 那马文俊这么做 可是吃里怕外 行 正好你对咱们家这账本 比我还了解 这事儿 就交给你去办 回头给我一个处理的意见 要快 那好 那我现在就去办 来 想要见你 有个朋友想要见你 这边请吧 少爷 我们对不住你 我们向你请罪 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哎呦快起来 少爷 我们被马文俊骗了 我们大逆不道 没那么大过错 起来说话 都起来大家都起来 这件事情我知道 大家都有错 而且小韩还是我们向家人 谈不上什么大逆不道 碎魁祸首是那个马文俊 各位都是向家的栋梁之才 放心 清云不会坐视不管 少爷大乃大德 我们无敌自容 冯船长言中了 今后啊 还望各位不计前嫌 多多辅佐 清云 拜托了 愿为少爷效力 愿为少爷效力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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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云先生 下下就到了 小韩 来 坐 小韩 稍等一下 马上回来 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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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就走了 你要想见我可以来公司 何必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们的事情失败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我可以想办法补救啊 算了吧 还是我自己办吧 不用麻烦你了 你想退出 事已至此 已经没有退路了 否则 清云迟早会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我是可以干下去 但这件事情跟莫元清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又会和他在一起 你是帮我他呢 他也可以帮你 莫元清一直图谋我和我们相家的家产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不过 这可帮你是两码事 我跟莫先生做了一笔交易 他答应帮助你 重新夺回相家掌夺人的意味 什么交易 他打算买一艘船 而我出了高价 条件就是 他必须帮忙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小汉 走 我们一起谈谈 老胡 还没走啊 少爷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直言无妨 为什么只扮马文俊 把那帮人都放过了 我担心这养虎为坏 将来会出大事 这关渡之战 曹操大败袁绍 缴获了大量的书信 多是曹操的文官武将写给袁绍 按说呢 罪该处死 可曹操却将这些书信一律焚毁 我呢 心掌佳业 既遭遇内忧外困 自顾不暇 更何况冯船长他们呢 之前冯船长他们在我爷爷手下 尽心尽力 为什么到了我 又起了二心 不是他们不忠心 是我自己本事不够大 他们不放心 少爷 人贵有自知之力 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 放心 只要我多长本事 他们还会对我忠心耿耿 少爷胸襟如此开阔 像是大爷何愁不成啊 老胡 千万别这么夸我 以后我要有什么过错 你可别姑息 少爷言重了 我洪某一定尽心 一个人喝慢酒呢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 大德商行的账已经查出来了 你要赔公司六千大营 剩下的让商行赔 这是七千块的汇票 六千块你交给公司 剩下的自己养家糊口吧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我能做的我也尽力了 明天来公司 明天来公司 你去办个解聘手续 办交接 知道了 还有就是 该说的不该说的 自己心里清楚 要不然你老婆孩子 只能挨个手动 好 嗯 姐 大德商行的事儿 我已经查清楚了 这么快啊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马文俊呢 和大德商行勾结 总共获利是一万八千三百元 其中六千一百元 分给了马文俊 这么多 大德商行怎么说 他们说了 如果以后我们向家还买他们的美 他们就把收过去的钱退回来 然后赔偿三千元 并且说了 以后会严格遵守双方的协议 姐 这事儿一办得漂亮 文俊呢 我已经让他把那六千一百元 交到公司账上了 他能够这么多钱 对啊 我估计啊 他呀 怕出事儿 所以说就那钱没动 看来这小子还有点良心 那你说这事儿还报官吗 那就不用了吧 对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我也觉得是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对咱们向家的名声不好 那行 那这个马文俊这职位 我看就让胡想理解人 好吧 姐 有你帮我 咱们向家将来想不发达都难 好 应该做的 少爷 恭喜少爷 贺喜少爷呀 洋人 停止压水饺了 少爷这招就是高 先停航 再放出枯水计 涨水饺的风声 那洋人空废枪弹 他兵不住了 少爷 少爷 老虎 通知大家明天开行 好 我这就去告诉大家 少爷 少爷 你是不是觉得 这洋人在耍什么花样 少大叔 我记得这条河里的水一直都很清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浑的 啊 你 你